我想有很多來冰島旅行的旅客 都像我一樣有這個經驗 但是有很多杯麵 但是在頭幾天已經吃光了 吃光的杯麵怎麼辦呢 尤其是早上去哪裡吃東西 好才夠便宜 其實不可以說是便宜的 但是算是挺划算 我們可以去這麼漂亮的咖啡店 探杯咖啡吃的雞蛋糕 但是值得推介的一件事 就是吃他們的乳酪 就是這款 對, 其實不一定是這品牌子 總之它叫Sky, S-K-Y-R 這是很濃的乳酪 有點像平時我們在香港吃 韓國乳酪 我很喜歡吃它, 它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你可以在超級市場、油站買也行 或者你去咖啡店 很多時候一剛好放在這裡 你可以直接買也行 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這次這間咖啡店裡 它只有紅莓 但是要教大家如何吃得冰島人一點 原來很多傳統的冰島人 他們很喜歡怎樣吃的 首先我先打開給大家看看 什麼樣子 對不起 好 這樣, 其實只是一杯乳酪 是普通乳酪, 但它的質感很厚 我吃了很多杯, 因為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它的盒子裡已經有了匙羹 所以大家不妨買回酒店吃做早餐 也沒問題, 而且它很飽肚 你也可以直接吃就沒問題 也有一個冰度的方法 就是加這個全乳酪 倒入全乳酪 然後再加什麼? 加糖 建議減肥的人千萬不要這麼吃 但建議增肥的人絕對可以這麼吃 因為真的好吃很多 很好吃, 差很遠 所以這是我的小推薦